2024年香港小姐競選決賽當晚 其中一位屍儀是上屆香港小姐冠軍莊子璇 有網民說完全無法專心聽她說話 因為她忽低身訪問阿姐的時候 效果非常澎湃 甚至有網民說 身材似乎贏過當時正值泳裝環節的一班佳麗 不過亦有平心而論的網民 稱她當晚主持表現得很自然 其實賽前受訪時她表示都會害怕 你怕不怕到時 騰雞又發臺溫 因為有很多東西 我很怕的 其實我每一次上台都會很認真 很怕自己做錯事 但是 我覺得怕是沒用的 怕更加會胸膛一片 讚完她之後 立即問到網民最關心她的問題 究竟有沒有整容? 那你有沒有整容? 沒有啦 都是化妝而已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適合的妝真的不同 老實說我覺得我自己不是很適合很濃的妝 所以我覺得原來淡妝是會整個人不同的樣子 那你尷尬或者有沒有不開心? 大家覺得你整容? 一開始真的會 一開始真的會 有點介意 就覺得為什麼要這樣說 但是 後來我覺得 是一個好事 代表大家覺得你漂亮了 對 至少不是你肥了 你醜樣了 對不對